大家好,我是老万 我这会儿在成都 现在还没有决定是不是去云南 这期也是因为我们一个车友 跟大家聊一下 一个车友的要求 一个车友就跟我说 老万呢 咱们床车带户外电源 我能理解 那房车为什么要带户外电源呢 他说你看啊 房车我们一般讲是多少按时的电池 然后呢 我们车顶又有太阳能板 我们到营地又能查电 行车又能充电 那么这个时候 拿这个户外电源 是不是就是鸡肋呀 这个车友说对话 我认同一半 为什么认同一半呢 我觉得他以上说的都对 但是他对户外电源的理解有差异 他对户外电源的理解是 你这么一块电源 你比如说就像这个 它是1800万 我们就算他是1.8度电吧 他也就1.8度电 然后这个户外电源 这个电池的这个价格 和这个车里的理电池的价格来比 户外电源还是价格要高一些 因为他这里边有一个逆变器嘛 他就觉得性价比不高 那我为什么不给车里多加点电池呢 这个理论上想的都是 对 但是真正房车出行的人会知道 车里这个房车出行带的电啊 理论上是多多益善 就是说他二者不聪明 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就是你车里电池可以加到 一定程度上你车里允与承载量的比较大 那么你同事也可以带一个他 那我就通过我的房车旅行 我告诉大家 我用他都干什么啊 首先他是一个备用电源 他的身份是个备用电源 他是个小二 电小二嘛 他是排第二位 那么我用他呢 比如说我的网卡 我一直插着的 不能让他没电 这是网卡用他 水壶烧水用他 手机充电也用他 然后呢 他本身也有太阳能板 我到一个地方之后 不管他这个电是不是没了 就只要没满 我到一个地方 像这种今天天不好 如果天好的话 我肯定把太阳能板往地上一扑 对吧 把太阳能板往地上一扑 我然后我就开始就给他充电了 然后行车的过程中 行车的过程中 当我这个车里的电池满了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咱这个电不能浪费啊 把户外电源 插在点烟器上 也能给他收买 就是尽一切可能 让能源再回收 别浪费 这是房车出行 一个技巧吧 就是我们也确实 多说少少有一点水电恐慌 那么当他去一直是有 一直有电 当你在一个地方停了好几天 可能这个天也不好 然后你营地也充不上电 这个时候 你这个地方景色又很好 又不想走 那怎么办呀 他还能让你多待一天 所以我一直不相信 别人说到说这个户外电源要多牛逼 我觉得户外电源就是一个备用电源 就是一个应急电源 比如说车没电了 一表一没电打不着火 他能让你给你打火 比如说有糖尿病的病人 出来离不开冰箱 在一个地方车没电了 车里的冰箱带不了了 对吧 他还能给你带一下那个12伏的冰箱 就是220伏 他也能带个几个小时 对吧 然后第三呢 就是当你确实电用没了 这款还能给你充个1.8度电 就是他不是决定车里所有用电的 但是他是关键应急的时候能用到 如果视频您已经看到这了 那么您就给老万点个关注 我点个评论 我就是那个以输出房车知识为主的自媒体人老万 感谢您的关注 关注老万一起分享房车知识